我們現在會做CRI Hymn O這個項目的項目 其實它的目標是安排你的Caster Gubernati會加上一些安全性有關的項目 大致上是這樣 但也不要緊,我們先試一試 按照設定 我們現在在這裏裝了 按照設定的CRI Hymn O這個項目 接著我們就init 再次 給它一點時間 其實它是implement這個項目 其實它也說得很明白 幫你高級的看 你看這些Metrust的圖片 圖片的圖片 其實它做一些安全性有關的項目 我們先等一等 先去Boot著 看到它也有隔離狀 我們現在玩一下 Docker PS 沒事的 你看到現在 不是Gubernati的 是Images 這裡它就用它的控制 CRI O 用它的控制 看到它有什麼Image 在這部機上 看到這些 然後它也有PS 當然有什麼在走 Kubernati有關的Docker 然後就是Cat 然後就是Cat 那就是One Time 正在用這個SWAT CAD 好 現在它已經轉了 背景引擎 你看到功能一樣 設定好之後 你還是用舊 command 我們現在Echo Admin這些 設定好它 換了Conflict file 那 完全一樣 之後的東西 你會看到 Gat notes Gat notes Master Description 然後選擇One Time 你會看到 轉了那個 Hantainer One Time 就變成這個 然後 再看看 Move Deployed Application 現在它好像 幫它 打 然後 再看看 M Space OVER ALL 其實已經 restart了 所有服務 然後 然後 再建立一個 Network Card 之前那些都看過 其實它用 WaverNet 的 Network Driver 去走 然後按 然後再建立一個 Network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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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它 應該看到 新的 那 它叫做 換了Engine 這裡 那 我試一下 Deport普通Container 你看到所有command 都完全照舊 就是換了開機的客戶 就說 Secure點 然後 Gat Ops 還未走 喔 看到有些可愛 然後 看到Image Error 那 Container 因為現在 它不是 DeportDocker Engine 那如果你按 它就不會去DockerIO 拿東西 然後 然後 再 按一按 那你今次 用它的PS 那你 抓到它 看到它有 它有 Image 然後 按 Dashbox 接著 看下 System 看不見到它 那看到這個開了 那我可以 按一按 那我可以看回那個 Control 那它沒什麼 這個練習 真的跟你說 我去換了第二個 Engine 那我去做 都可以